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寂静的春天》 一提到春天,我们会想到万物复苏鸟语花香 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无数个美国小镇迎来的春天却是寂静的 那里草木枯萎,死鱼漂浮在水面,鸟儿也不负歌唱 今天我们要解读的书,就是从这些小镇诡异的春天说起 很多人对《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并不陌生 这本书被誉为现代环保写作的鼻祖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以来,唤起了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忠实 美国环保署、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等一系列环保机构相继成立 联合国颁布了多项环境公约 这本书更是直接推动农药DDT在美国的禁用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本书 全球环保意识的觉醒可能要推迟很多年 本书作者是美国科普作家雷切尔·卡逊 他从小热爱文学,也痴迷于大自然 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后 卡逊利用业余时间开始科普写作 作品广受好评 1958年,已经成为专职作家的他 因为朋友的一封来信开始关注并深入调查农药污染问题 四年后,《寂静的春天》的书稿开始在纽约客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 这本书也在童年出版 令人唏嘘的是,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 卡逊被诊断出乳腺癌 带病完成书稿后,1964年,卡逊去世,年仅56岁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是他用生命最后时光完成的巅峰之作 可能很少有书像《寂静的春天》一样,既笼罩着盛名的光环,又背负着巨大的争议 作者卡逊被赞誉为改变历史进程的现代环保之母 身后受到美国总统的表彰 却也被指责是导致粮食减产,间接害死6000万人的恶魔 书中关于农药毒性的调查结果如一声惊雷,唤起了民众对于农药污染问题的强烈关注 肯尼迪总统曾在国会上专门讨论此书 但书中的一些观点也遭到化工厂、科研界等众多机构的激烈反对甚至抵制 众说纷纭之下,我们又该相信谁的观点呢? 今天,我们将抛开各种纷争与偏见,回归这本书本身 看看60年前卡逊究竟写了什么 听完后,你会发现,书中卡逊关于环境保护的观点 今天读来依然震耳发溃 在环境污染形势依旧严峻的今天,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接下来,我们就分三个部分说说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为什么农药带来了寂静的春天? 第二,农药对人类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第三,如何解决农药污染问题呢? 首先,为什么说农药带来了寂静的春天呢? 卡逊在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春天之所以变得寂静,是因为农药的滥用 尤其是化学杀虫剂的滥用 化学杀虫剂在今天已经相当普遍 但如果追溯历史,你会发现杀虫剂的应用还不到100年的时间 比如文中提到的DDT 虽然早在1874年就由德国化学家合成 但直到1939年,瑞士科学家保罗米勒才发现它能够消灭害虫 由于DDT灭虫效果显著而且持久 很快,它在二战中被用来消灭士兵、难民和俘虏身上的狮子和跳蚤 粉末状的DDT不容易通过皮肤被吸收 所以可以直接喷洒在人身上 从而有效遏止伤寒等由虫子传播的疾病 战争之外,DDT的抗虐剂效果更是引人称道 通过消灭蚊虫,DDT几乎可以达到根除瘧疾的效果 被视为医学史上的奇迹 鉴于DDT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1948年,保罗米勒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二战结束后,一系列具有杀虫效果的化学合成物被推广到农业 DDT尤其受欢迎 因为这种农药价格便宜,药效持久 农民使用起来省钱又省力 随后更多化学农药被开发出来 从此,农作物轻松摆脱了害虫的威胁 农民对粮食的增收拍手称快 生产农药的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 从1940年到1960年的20年时间里 美国合成农药的产量足足增长了5倍 其中,DDT的使用量在1959年一年就超过36000吨 然而,作者卡逊却看到了大好形势背后令人痛心的一面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农药被不加区别的随意使用 大面积的反复喷洒下,它们杀死的不仅仅是害虫 也包括很多有益的动物植物 比如1959年秋天,美国密西根州农业部和美国国家农业部合作 在密西根州东南部的16万多亩的土地高空喷洒农药 目的是控制日本甲虫 虽然当地动物学调查显示 日本甲虫并没有爆发性增长 没有必要进行高剂量的农药喷洒 但是这个计划依然被执行 而且为了控制成本 农药选用的是高毒性的爱试剂 爱草的爱,性试的是 高空喷洒后,有毒的粉末大面积飘散 导致大批人群家禽和野生动物中毒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 20世纪50年代 荷兰鱼树病在美国中西部和新英格兰州地区传播开来 这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疾病 当真菌入侵鱼树 树叶会枯萎变色直至死亡 荷兰鱼树病的致病真菌主要依附在甲虫身上 所以杀灭甲虫就成了控制鱼树病蔓延的对策 人们在一个个村庄喷洒滴滴剃 强力地喷药器对准榆树的上上下下 喷出一条条有毒的水龙 不仅杀死了传播病菌的树皮甲虫 也杀死了其他兽粉的昆虫 以及捕食昆虫的蜘蛛 同时,沾满了滴滴剃的树叶在秋天飘落后 成为土壤中蚯蚓的食物 以蚯蚓为食的鸟类也跟着遭殃 直接中毒死亡 鸟蛋也孵不出小鸟 调查显示 有大约90多种鸟类都因为农药DDT严重伤亡 幸存下来的鸟的生殖系统中含有高浓度的DDT 在正常年份里 威斯康星州的白鱼湾地区 至少能看见1000只迁移的山桃转鸟 而在对榆树喷药后的1958年 观察者们只看到了两只鸟 鸟类的大量死亡 不仅使得春天没有鸟儿的歌唱变得寂静无声 还导致鸟儿捕食的有害昆虫大量增长 树木因此遭受更多疾病的侵袭 面对这些意料之外的动物死亡 人们不禁要问 原本只用于消灭害虫的农药 为什么会殃及这么多动物呢 对此 作者卡逊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 他认为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一个互相联系 互相依赖的整体 没有一个物种能脱离于生态链条之外 农药对于生态的影响会从土壤 水和植被三个层面全面渗透 造成大范围的污染 以农药对于水体的污染为例 这种污染来自于很多渠道 有的是直接向水中撒药来消灭昆虫 有的是对森林和农田大规模喷洒农药时 直接落在河流中 还有的是通过雨水冲刷 将地面的农药带进水体 值得注意的是 水体的污染不仅影响周围的水系 还会通过地下水系统和河流的汇集 影响千里之外的水系和海洋 无意间造成大面积的污染 更致命的是 以DDT为代表的氯化厅类农药 难以降解和代谢 会在食物链中层层累积 逐级浓缩 越是高等动物 受到的毒害越深 以水生生物的食物链为例 这个链条从浮游生物开始 浮游生物摄取水中的物质 而后被鱼吞食 接着鱼又被其他的鱼鸟换熊或者人吃掉 这是一条从生命到生命 环环相扣的链条 水体的污染会伴随着食物链 聚集到陆地上的高等生物体内 加州清水湖的农药投放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从1949年起 为了消灭湖中数量庞大的锐虫 加州当局开始用一种 与DDT类似的农药 DDD 对湖水进行杀虫处理 虽然药物的使用很谨慎 第一轮用药的稀释浓度达到1比7千万 两轮用药结束后 锐虫确实被成功地控制住了 但是很快人们发现湖边的鸟类开始大量死亡 当化验鸟类的脂肪组织时 人们惊讶地发现 它们身体里有百万分之1600的DDD腹集 相当于每公斤脂肪组织内残留1.6克DDD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剂量听起来非常微小 但你要知道 仅仅百万分之五的残留量 就能造成动物肝脏细胞的坏死 进一步的检验发现 湖水中农药含量只有百万分之0.02 但到了浮游生物身上就变成百万分之五 草食的鱼类中则增加到百万分之40以上 而肉食鱼类体内最高则达到了百万分之2500 毋庸置疑 DDD含量随着食物链发生了足迹浓缩 最终在鸟体内达到了致死剂量的高度伏击 因为这个发现 1959年加州公共健康局命令停止在户中使用DDD 前面我们讲 农药的使用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那么对于人类健康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作为自然的一员 人类无法在农药滥用的环境中独善其身 卡逊在书中提出 农药对于人类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的急性的 比如喷药工人接触高剂量农药后引起的中毒 第二种则是间接的慢性的 比如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和累积 这种方式很难引起人们的察觉 但漫长时间里日积月累的毒性 却会给人类带来致命的威胁 对于食物中农药污染的来源 一方面是农作物中超标的农药残留 很多农民在使用农药时没有耐心 经常不看说明书就直接进行超剂量的喷洒 甚至当时农药生产厂家都认为 农民存在滥用农药的情况 需要进行教育 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处的卷宗 就记载了一些惊人的案例 一位种植莴笋的农民在临近收获期 同时使用了八种不同的农药 其中包括具有非常强毒性的农药 异敌世纪 还有农民在芹菜上使用了剧毒的农药 对流林 剂量相当于最大允许值的五倍 这些农药超标的蔬菜 最终都被人们毫无察觉地端上餐桌享用 另一方面 食物中的农药污染是在无意中促成的 污染物会随着食物链足迹累积 越是高等动物 体内的残留越大 以海鲜为例 在受污染的海水中生活的牡蛎和蛤蜊 它们的身体组织中累积着农药成分 人们在享用美味的同时 也顺带把农药一起吃进肚子 更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情况下 农药的累积并不是单纯的量的增加 而是有质的转变 不同污染物在空气阳光和微生物的作用下 会转变成毒性更强的变体 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比如拱会在微生物作用下 转变成神经毒性更强的甲基拱 这种毒素随着食物链的传递 在金枪鱼、鲨鱼等大型海洋鱼类中 存在高毒性的累积 正因如此 美国的妇产科医生会建议孕妇 尽量少食用这些鱼类 农药的残留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体后 主要在脂肪组织中累积 带来多方面健康危害 卡逊在书中列举了农药引起的疾病类型 第一点是损伤神经系统 大量的动物实验和对人类的观察显示 氯化厅和有机磷酸盐等类型的农药 都会直接影响神经系统 比如DDT会影响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特别是小脑和高级运动神经外烧 过量接触会引发刺痛、搔痒、抽搐 甚至惊觉等症状 第二点是损害肝脏 研究发现 氯化厅类的农药对肝脏有毒性 会引发肝功能异常 肝脏具有多种重要功能 比如参与排毒、免疫以及激素调节等 肝脏的损伤会使得人体难以分解正常情况下 能代谢的毒性物质造成中毒 还会造成免疫力低下和代谢异常 引发更多潜在的疾病 农药的第三点危害 是可能引起不孕不育以及癌症 有报告显示 在农药盛行期间 美国白血病高发 在梅奥诊所收治的血液病患者中 所有病人都曾暴露于各种有毒的化学物质 包括DDT、绿丹、高丙体666等 不过对于癌症发生与农药之间的因果关系 卡逊也承认无法直接确认 因为我们不能在人体身上直接做实验验证 而且很多癌症的发展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这里的关系只是基于已有调查结果的推论 同时卡逊在书中还尝试解读农药引发疾病的分子机制 比如认为农药引起线粒体氧化还原反应异常和染色体畸变 但是因为当时分子生物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 所以这部分的解读在今天看来不够见识有利 这也是本书的时代局限性之一 最后我们来说说农药污染问题的解决之道 很多人对于《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存在误解 认为卡逊在疯狂地抵制农药使用 结果导致DDT在全球禁用 以至于非洲数千万人死于瘧疾 但其实卡逊在书中的观点非常理性 他认为农药的使用要基于现实的需要 而不是投机性的喷洒 他所反对的是农药的滥用 反对将有毒的农药不加区分的 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 而使用者却对它潜在的危害一无所知 他对于农药滥用的担忧是有现实原因的 与中国的小规模喷洒不同 由于二战结束后飞机过剩 以及农场面积广袤 美国普遍采用飞机进行空中喷洒农药 很多喷洒过于随意 并未考虑到问题的必要性 以及针对目标害虫的伎俩 比如针对吉普赛鹅的入侵 尽管20世纪50年代后期 这种鹅的增长已得到良好的意志 但美国农业部还是开展了一项 彻底消灭吉普赛鹅的运动 在一年中对美国东北部几千万亩的土地 进行地毯式的喷药 其中甚至包括人群居住密集的纽约长岛区 更为荒唐的是 由于给喷药飞机付款 是根据喷药总量而非喷洒的土地面积 所以许多土地被多次喷药 大量喷洒的DDT不仅造成了当地动物的死亡 也因为污染了植物 使得牛奶和蔬菜中农药超标 这一事件也是卡逊在书中批评的典型例子 对于滥用农药引发的污染和危害 卡逊不仅指出了问题所在 也给出了解决对策 一方面是合理使用农药 不必要的情况下不使用 尤其是在农产品上少用高毒性农药 尽量采用危险性较小的农药 另一方面 卡逊认为农药并非解决昆虫问题的终极武器 所谓遗物降遗物 很多时候生物控制法更有效果 所以要积极开展生物控制法 利用自然界的制衡力量 以环境安全的方式遏制害虫的生长 包括引进害虫天敌 引进特异的昆虫细菌 释放不遇熊虫 用昆虫引诱剂射陷阱等措施 实际上 在农药发明之前 生物控制法曾在美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以控制日本甲虫为例 1920年到1933年之间 为了对付生物入侵的日本甲虫 美国东部采用了生物控制法 从朝鲜和中国引进了一种寄生性黄蜂 这种黄蜂可以使日本甲虫的幼躯瘫痪 并且黄蜂的幼虫可以以此为时 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 这种蜂群被引进到美国东部14个州 为控制日本甲虫的蔓延 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 美国东部各州还对日本甲虫展开了细菌战 他们发现 有一种细菌能让甲虫虫躯死亡 到1945年 日本甲虫的生长已经在自然平衡的力量下 得到良好的遏制 这种生物控制法不仅作用持久 而且对环境安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1959年 美国中西部试图用高毒性农药杀死日本甲虫 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控制效果 反而造成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动物死亡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中 卡逊坚持认为 自然是由各个物种相互联系所形成的整体 自然的平衡才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 他在书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控制自然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 应该归咎于人类的萌昧 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 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 当这个想法被化学武器武装起来 在对付昆虫之余已经转过来 威胁着我们整个大地 好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